网传汪峰与学员徐歌阳不雅视频,一丝不挂大尺度直逼AV 8月2日下午,中国新歌声汪峰站队学员徐歌阳登上微博实时热搜,电信区查看发现戏因为网报他与汪峰的不雅视频流出,并在网友间传播 截图中可以看出,所谓徐歌阳和汪峰的视频,全程只有一个疑似徐歌阳的女孩伴落出镜,并没有任何一处显示是汪峰 对此由网友表示,视频我相信是真的,但是是不是汪峰就不得而知了 细看可以发现,视频中的女主角左臂上有一块明显的纹身,但查看徐歌阳的资料图发现,徐的纹身是在右臂 与视频中女主纹身方向相反,写图案也不相同,这一发现,似乎连视频中女主的身份都让人怀疑无法确定了 而在今天上午,徐歌阳刚刚被曝在微博晒名牌炫富,早前参赛时说的家境不好也遭质疑,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在节目中自称家庭条件不允许 所以没有继续考大学的徐歌阳在微博上却并不显得经济拮据,不仅曾晒出维多利亚的秘密排内衣,手机更换也是紧随潮流,丝毫看不出家庭经济状况困难 许多网友纷纷在他微博下留言感觉被欺骗了 徐歌阳参赛资料图 8月2日上午,网络上传出汪峰与其中国新歌声学员徐歌阳的床照及不雅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针对此传闻,下午,汪峰工作室立刻在微博上发布声明称此图片和视频均与汪峰先生本人无关,并要求导谣者立即删除不实言论 今日,网传汪峰与其学员徐歌阳的不雅床照和视频立刻占据微博热搜 随后,汪峰工作室立刻作出回应并发布声明称,图片和视频均与汪峰先生本人无关,实属恶意造谣 声明正文,近日,微信和微博均有人在恶意专发传播布雅图片和视频,此举对汪峰先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本工作室严正声明,此图片和视频均与汪峰先生本人无关 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媒体和网友共同抵制网络恶势力,不制造谣言,不传播谣言,不相信谣言,一起维护良好健康的网络环境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 对于这些恶意传播布雅图片和视频的行为,工作室已第一时间交由律师进行处理的同时,已请相关平台协助调查,并要求早谣者立即删除不实言论停止谣言的传播扩散 对于情节严重的造谣者,我方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网友们也留言力挺汪峰,轻者自轻,我们选择相信汪峰老师 工作室威武,快来喝杯茶 声明正文 近日,微信和微博均有人在恶意专发传播布雅图片和视频 此举对汪峰先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本工作室严正声明,此图片和视频均与汪峰先生本人无关 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媒体和网友共同抵制网络恶势力 不制造谣言,不传播谣言,不相信谣言,一起维护良好健康的网络环境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 对于这些恶意传播布雅图片和视频的行为 工作室以第一时间交由律师进行处理的同时 以请相关平台协助调查 并要求造谣者立即删除不实言论停止谣言的传播扩散 对于情节严重的造谣者,我方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随后,中国新歌声节目官方微博也发出声明 称该视频中的女性绝非中国新歌声学员徐歌阳 节目组已经向警方报案,并请大家不要传播网络谣言 声明全文 第一,该视频中的女性绝非中国新歌声学员徐歌阳 视频传播着戏恶意造谣诽谤 节目组为徐歌阳拍摄的定装照显示 两人面部的差别非常明显 而且手臂上的纹身位置和图样都截然不同 第二,中国新歌声节目组已经向警方报案 请求司法机关介入,查处恶意传播不雅视频的幕后组织者 同时,传播视频和图片的公众号均涉及对中国新歌声节目 以及相关导师、学员的诽谤和污蔑 节目组将启动相关法律程序,提起诉讼,保留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三,中国新歌声节目组将会持续对此保持关注 引起网友和各类微博大号不要再传播谣言,共同抵制网络恶势力 网络疯传汪峰不雅照片与视频 针对此事,网友们集体表示对汪峰的支持,并留言力挺 一定要追究求法律责任,支持老板 网友也表达了对造谣传谣之人的愤怒 对造谣声势的人绝不能仁慈 中国新歌声学员徐歌阳与视频中女子纹身有差异 此外,世间的女主角徐歌阳昨日在社交网站上传了一张个人工作照 露出有纹身的手臂,疑似在回应此事 徐歌阳右手手臂上有纹身而并非视频中的左臂 且纹身图案完全不同于不雅视频中的女子 站在哪一张照片中的粘数